職場上面區域 先讓他這個工作看看 培養他的經驗然後可以就業 那希望企業來幫忙 結果我們到最後看到的是 這些企業做什麼事 他事實上我原本就是要聘這個人 但是在聘這個前半年 因為政府補助我 我就說他是來職場見習的 政府就幫我付點薪水吧 所以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 事實上有很多的效益 我不是說效益不要評估 但是這個效益恐怕 我們要更仔細的來看這個東西 有很多的東西 包含消費券這個東西在裡面 他的效益到底有多少 我說實話沒有任何人可以 非常清楚的這個評估清楚 我想這是第一個 我要特別說明的 那第二個剛剛這個王副院長也提到 這個國際企業總部 設在台灣有很強的外部性 我想這個就講到一個重點 事實上政府任何的政策 要丟錢下去的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他能不能產生正的外部性 譬如說我們看這是這個產創裡面 就人賠的部分來講幾乎沒有什麼爭議 事實上我在工業局的會裡面 我也提過 我們將來可能要引進 更多的博士到企業去 做創新的工作 不能再像過去這個 培養很多這個碩士而已 所以像人賠這個東西 我也很贊成 看起來這個超越也沒有什麼爭議 我覺得為什麼呢 因為培養是自己的人 他總是一個正的外部性 政府來做這個事情 當然值得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爭議 我們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就研發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了 研發這個東西就比較會有一點爭議 那我們現在過去 我們把研發 這個都是附加在這個製造上面 事實上研發 我們在 如果你從學理上面來講 研發如果政府要補貼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 這個研發是不是有正的外部性 我研發的成果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 這個外溢給其他的這個 產業或是企業也能夠享受 如果有這個正的外部性 我們來做研發 這個補貼啊 值得 第二個就是 因為有些風險 可能是企業沒辦法自行承擔 他不願意去做 那政府來幫他 share一點這些風險 我覺得在這兩個前提之下 我想這個研發的補貼 也是可以做的也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 現在可能有爭議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研發 把它都掛在製造下面來做 如果沒有辦法把這兩個部分 很適當的去做一些區隔 難免會產生一些疑慮 就是我們這個錢丟下去 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就像榮章秋買了 這個說的 我可能賺的錢 我就拿去買地保 你優惠給我的部分 所以這個難免就會有一些 觀感上面的問題 所以就效益的部分 如果政府這邊能夠更清楚的 把這個外部性的條件 把這些風險的條件 能夠更明確的 把它納入這個條文裡頭去的話 我想爭議就會小很多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說第一個 可能所謂的 要鼓勵創新研發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大家 就是政府應該要鼓勵 但是呢 應該有策略 而不是這種語錄均毯式的 通通都灑下去 只要你提 那我就準這樣子 不過等一下再請教 王老師說 到底在執行上 該如何再去做更審慎的考量 畢竟下個會期 又要開始審這樣的法案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政府打算透過減稅的方式 來鼓勵所有的產業 如果你投入研發創新的這些費用 可以減抵所得稅 贏所稅 這樣子到底值得不值得 對台灣是好是壞 我們先歡迎台北的張先生 你好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大概 我觀眾能夠發言的時間 大概是多久呢 儘快 那請就請說吧 OK好 那第一個就是工業局長 剛剛的發言就是說 他說我們如果就是減稅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促進更多的投資 那更多的稅收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 不就變成就是說 我們其實就要減稅就好 甚至說不要課稅 那這樣子可以誘罰更多更多的投資 這是一個邏輯上面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大學剛畢業 那就是薪資的總名目是兩萬六千元 可是當我後來查到健保的時候 我所保的勞保的金額是一七二八零 我後來去查我的薪資的名目裡面 有很多就是像譬如所謂的教育 這樣子的補貼 是 企業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來確保我們應得的勞保這樣子的金額 這個事情就是在我身上發生的 那我需要提出來跟工業局的這位局長 來說明一下 那第二個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就只能就是給這些企業糖吃 而不給他們任何的處罰 當他們污染了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環保局 我們很清楚在西里窯 那些就是光電廠 他們做的事情明明就是有做 但是我們的法令卻說 這些都符合我們的排放水的標準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標準 真的是有在世界的前端嗎 那我們的 我們為什麼就只能用稅收這樣子低廉 甚至說很低廉的水電費用來給企業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更高的人力素養 或者是說更高的行政品質 來吸引企業來台灣 對 這是我的簡單的想法 謝謝你謝謝 高雄的中先生你好 我認為這幾年來感覺 獎勵越多 逃稅更多 你說這個獎勵 你國稅局官員常講的年利不足 你怎麼評鑑 評鑑有公平嗎 就像王龍忠先生講的 他講的那個已經講很多年了 這個大家各行各業都講 你扶持那個某一家公司 你同業是不是變成競爭 更投機對不對 你處罰有沒有處罰機制呢 你只有獎勵 如果偷渡的話 你怎麼處罰 不痛不癢 官員 你常常看到那些 那些受到政府獎勵的 都站在馬英九後面 馬英九上快兩年了 次日幾千億塊上兆的 這個不是打來這個獎勵的一巴掌嗎 你不投資那個環境 這個才是全民之福 你獎勵少數人 少數企業 他繳的稅 一比例來講的話更少 你這個壽星階級的獎勵 其實講他講 他講幾十萬塊 其實跟區業這個比例來講的話 那擦天然之北 所以貧富全數為什麼這麼大 就是說獎勵 獎勵這麼多年來 變成貧富更大 我想這個也是原因之一 謝謝 好 謝謝 盧州的葉先生你好 葉先生 請說 我知道那個政府的稅收裡面 那個一般百姓的那個繳的稅 是佔百分之八十左右 那企業佔的繳的稅 是不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這個講起來是很不公平 因為企業的營收 它的獲利比一般百姓多很多 而且你不用跟他減稅 他企業自己會逃稅 這是公開的秘密 連台售他都免不了會逃稅 你這樣的話你再給他減稅 那這樣的話你難怪你幾年的稅收 會少了2600億 所以我說這個企業 他自己會想辦法去增加他的獲利 好 謝謝 高雄王小姐 王小姐 請說 對 我要講的就是 各位好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壽星階級 我從開始幾年以來 我們沒有增加過薪稅 然後我們繳的稅一樣這麼多 還一直在水費 電費的各方面 一直在增加我們稅收 然後我們講的再多 所謂的庶民經濟 要了解庶民經濟 你了解過什麼 我想我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特別是這些官員 你們講的一堆理論我們聽起來都是 都沒有意義 你回歸到我們實質生活上 東西一直漲價 薪水從頭沒漲過 工作這麼難找 沒有工作機會 我們還是要繳稅 那你們如果不相信什麼 那就讓我們看 已經有兩次的選舉 看看選舉證明了什麼 那你再講講你的理論 我們要是實質的生活 然後我支持稅改的這位先生 謝謝王小姐 我們歡迎汐止李小姐你好 喂 李小姐請說 是 喂 請說 是我想這個 我們對於產業創新條例最大的爭議 就是它的名字這樣叫做創新 那可能人培或者是研發 可能跟創新有關 那營業總部跟創新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們根據過去的這個 畜產條例來看 大家都剛剛前面的這個學者講到說 有正效益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失業還是這麼的高呢 所以我們對於那當然也有 工業局的局長叫我們不要往後 也不要看過去要看未來 過去都已經讓我們不可信 我們未來又現在哪裡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在研究的人 當然是希望有一個新的政策 但是以全民的福祉來看 什麼是對全民最公平最正義的 這才是政府應該要考慮的 好 謝謝李小姐 我請教一下局長 剛剛很多問題其實都是要請教局長 特別是像李小姐講說 創新大概還太能接受 可是營業總部跟創新研發 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另外張先生談到說 像他個人的例子 他明明薪水是兩萬多 可是他後來去查 有好幾千塊是被他的公司拿去報 所謂的那個所謂的教育津貼 什麼什麼補助 換句話說他的意思就是說 企業就是在逃 所謂的磚漏洞 顯然國稅局好 請問大家 我們有一個好事 請問大家